浴間 鳳梨浴間真的很小一間 房間也是小的橋 然後這邊它有多一些小橋絲 可以讓你掛一些小東西 抽 然後跟海苔還有一點點筍絲 然後就是清湯醬油 這是吃到飽的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 你要吃幾支就可以吃幾支 這是飯店的早餐 這個早餐很優秀耶 幾乎都是我愛吃的東西 在我家裡就買了好多錢 今天就要買了好多的 我現在就買了一個小橋 好,只買了一個小橋 這十年最後一個小橋 壓得很力氣 錢 15分鐘 那你買的 買的 購買 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轮吐一下 对 这是我们在东京要拍三天的房间 首先 一进门就是一个简单的挂衣区 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挂显示的地方 长这样子 然后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保险箱 对 保险箱 然后这边有一片大面的连身镜 穿衣镜 好 这边是洗手台 它就是标准的那种日式卫浴 所以它把洗手台跟厕所分开了 还有淋浴间分开 所以洗手台在这里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小冰箱 跟一个小橱柜是可以放一些小东西的 杯子啊 水壶啊 然后被瓶啊 这边都有 还有吹风机在这边 牙刷牙杯 毛巾 毛巾 好 再来是 厕所 就是标准的 衛浴室的 这边一样会放一些备品 就是一样会有毛巾 然后还会有放一卷新的卫生纸 然后跟个人的淋浴间 放淋浴间真的很小一间 它的洗髮精 还有副洗髮精 沐浴乳 然后跟护发乳都有 简单的卫浴 小小的 对 再来就是房间啦 房间也是小的巧 然后这边它有多一些小巧思 可以让你挂一些小东西 因为它是一扇碗的 你推起来就会这样子 所以它把它收起来 然后一个大的化妆桌 这边就是单的床 然后它所有的 妆条啊 或电灯的配置都是在这边 就像这个它可以转大转小 然后房间的电灯 充电器 然后跟冷气 这个看起来是偏古老一点点的 但因为它其实很贴心的是 它每一个东西的使用方法 都表示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放一张小椅子 就是比较温馨的房间 然后它们算是教科比较实惠的 那一样会放电池在这里 角落勉强放得下我们两个行李箱 对 幸好我们的行李箱是放的 如果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可能 就会有点卡住 嗯 要摊开的话其实还算OK啦 就是特地移一些位置都OK 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开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但如果真的没办法 我们可能就要 连同这个空间一起开 这样子 开一个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把这个椅子脱开 我觉得也还OK 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窗外的景色长什么样子好了 嗯 究竟会不会 我们自己都还没看过 不知道有没有期待 拉不开 登登 登 啊是铁路欸 惨了惨了 会不会一大早就开始很吵啊 而且楼下正在施工 哈哈哈 但是我 我目前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噪音 嗯 我们可以帮大家试一下 如果近期要来住这一间的话 我们先帮你试试看有没有噪音 因为我们住在 四楼 所以如果的噪音的话 应该还蛮明显 因为我们这里铁路超级近的 我们最后总结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隔音设备 这个是Dori In 它现在晚上会出现的宵夜时段 然后会有个清糖酱油拉面 然后我们来吃吃看 饭里面的配菜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 葱然后跟海苔还有一点点笋丝 然后就是清糖酱油 来喝喝看它的汤 嗯 它酱油汤品满好喝的耶 真的 就是酱油味很重 但是不是那种很咸很咸的那一种 完全可以整碗喝完的那一种 它的面条比较像是泡面那一种面条 细面条细拉面 嗯 面可以比较硬一点点 然后偏比较Q弹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软面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稍微偏硬硬一些些 但是因为这种Q弹Q弹是我很爱的口感 我们来吃粉丝 有粉丝吗 有 我觉得它整体配起来还不错耶 嗯 当下我觉得CB值还蛮高的 对 因为它刚好又不用钱 然后 因为我们有时候逛街回来 我们就只想要吃一点热热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这个 因为它不会太过油腻 因为不用担心吃完之后 等一下会很有附带 它的效果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样子蛮大一碗的 如果有来这边住宿的话 晚上记得要来尝尝看咯 重点是还可以一直去喔 对 它是可以一直免费去的 嗯 嗯 好 再来我们来介绍到公共设施的部分 电机出来了 这边就看得到是女朋友 你看比较特别是 它有锁的密码可以进去 然后再来往这边走的包 二楼这边有 然后再来往这边走的包 然后再来往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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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饭买机 饮料的饭买机 后来往出来 我可以饮料喝一下 然后 还有 置冰机 这边过来 往这边走的包 就是南汤 南汤 它不用按密码就可以进去 然后这边挑特别的是 你走进来这边 它有 羊肉都可以喝 但是它有时间性 早上5点到10点 那冰淇淋呢 是下午3点到 凌晨的1点 冰淇淋有4种款式 10点 这是吃到饱饭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 你要吃几支就可以吃几支 对 然后它是走比较小巧一点的路线 所以其实你真的要吃很多种口味是没问题的 然后 男汤 我进去了 因为男女汤里面是不能拍摄的 那里面大概什么设备都有 还蛮齐全的 冠洗设备啊 也多了很多 在 跟我们房间比的话 多了很多一些冠洗设备 嗯 女汤呢 基本上就是呢 里面会有基本大的热水池 然后跟一个冷水池 然后会有一个桑拿房 那整体的话温度都算是蛮高的 中间的话会用小隔间隔成我们的淋浴间 那像女生的话它很贴心 它很多地方是有比如说有卸妆油啊 然后有化妆水有乳液 然后它甚至连吹风机都是比较高级的那种 对男生的话是佩娜索尼 然后女生那边还有到Dyson的等级 然后它整体的话 女生那边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们现在有开放穿自己的泳衣下去泡汤了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一块还是有一点介意的话 你可以考虑穿自己的泳衣下去泡汤 那事前还是要先记得冲洗一下哦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四楼的公共区域 这边有贩卖机 饮料的咖啡的酒的都有 然后还有制冰机 这边也有 然后这边 这边还有一台贩卖机 还有微波炉 如果你有买熟食的话 可以来这边微波一下 这边都有三具可以用 位置里面还有紙杯 四楼公共区域大概就是这样 再去找下一个 谢谢大家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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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很優秀耶 幾乎都是我愛吃的東西 它這裡的種類 沒有說很多啦 對 但是每一個都 長在精髓上面 總共有 大概有四個區域 一個是現做區域 還有一個生菜 在冷食區域 還有水果 還有水果那區有飯 還有味噌湯 還有一些煮好的熟食 比如像玉子燒啊 對啊 飲料區的話 跟昨天他們一般給旅客的 差別就是多了 果汁類的一樣 果汁啊 牛奶啊 跟檸檬水這種 然後他們的現做區的話 有蠻多種的 像歐麟蛋啊 炒蛋 然後像這個 烤麵包 還有紅酒燉牛肉 都是平常早餐店 早餐比較不會看到的 因為我們原本就沒有訂早餐 那我們想說今天剛好出發去江四島 所以我們就先早起來吃他們的早餐 幸好有訂耶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而且還有大蝦 嗯 所以他們提供的很像午餐的食材 因為竟然還有這種 就是三鮪魚啊 雞胸肉 所以如果你 你是在減脂的人的話 這個也OK喔 因為它是沒有做太多調味的 只有上面放油醋醬跟鮪魚而已 重點是不會很乾 嗯 還蠻好吃的 我們來吃吃看現鮮的歐麥乾 它加價一個人是多少 兩千三 嗯 日幣喔日幣 嗯 其實很多 日本的整 飯店他們早餐加價差不多都是這個價格 可是如果以他們家來說我覺得CP值算高了 很像牛肉餅啊 還有烤牛肉啊 像這個 烤牛肉 都是蠻好吃的 哎呀 那你早上有被電視的時候醒嗎 我還好耶 我睡得很熟 嗯 也有可能因為我們昨天太累了 我們昨天 到日本的時間是凌晨的四點 就等於是台灣的三點 雖然我們下午有小睡了一下 但晚上真的是超好睡的 那那我們今天退房囉 然後我們這幾天住的是 多美營 色谷生工錢的 那我們總共做了三天兩億 嗯 它其實大部分的設計都讓我覺得蠻驚豔的 就是包括它的早餐的種類啊 或者是像它晚上大浴場外面提供的冰棒 然後其實大浴場沒有很大 但是整體很乾淨 然後裡面像我去的女生的設備也非常的齊全 包括卸妝油啊 或者是護髮護膚的全部都有 包括連吹風機都是很等級很高的那一種 所以我是整體覺得還不錯 但是呢 它的兩個缺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的房間真的很小 就是包括像我們買這種 開盒比較小一點點範圍的行李箱 它都平躺有一點點困難 然後床部有一點點硬 再來就是它的枕頭是很低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睡高枕頭什麼的人 你可能要考慮跟飯店再多要一個枕頭 或者是看有沒有找一個東西可以訂 那跟大家分享我們住的地方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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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